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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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要欢迎到的就是我们的音乐总监谭依哲老师以及她的TYZ乐队 以及要欢迎到的就是我们的剑乐团成员 哈喽大家好我是乌珍琳 哈喽大家好我是乌珍琳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伍 哈喽大家好我是艾勒苏 哈哈哈哈 不行旁边这位介绍一下 开玩笑我们兄弟团 即颜值创工才华偶像气质于一身的那位 今天没来但张远来了好不好 哈哈哈哈欢迎张远 欢迎张远 欢迎张远 哈喽大家好我是张远 远哥这次也加入建议团了 坐在那里感觉怎么样 哇感觉就是中远来了一个就讲再多话 都没有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个 哈哈哈哈 他同时有点实质 哈哈 就没有什么压力就是开心就好了 对今天好好享受一下 那么我们的音乐派对正式开始 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的兄弟 这个人多才多艺 当然也多嘴多舌 他的脑回路跟我们不一样 一位天才的少年 一位音乐当中的精灵 让我们用热点掌声欢迎 你们最爱也是我最爱的 大张远 大家好 大家好 我让天气焕然一下灿烂 我让天气焕然一下灿烂 我让天气焕然一下慌乱 我让天气焕然一下慌乱 我让空气焕然一下宿软 这个世界悠然围着我断 看你们好 我让小雕西人围着灿烂 我让帮我一人围着热闪 我让帮我一人围着热闪 我让围着热闪 这色包装表达万物喜欢 我让天气焕然了起波澜 我让漫目昂然了起梦幻 我让人们飞然了起呆喊 哎呀妈呀天哪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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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这么快怎么看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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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う 我怎么这么好看 新闻 你好 今天来到这儿非常地开心 这边都是我的歌迷对不对 那边都是张忠良的歌迷对不对 对 你们才是我的歌迷友 我找错地方了 你想和我一起唱吗 我们就记得一起唱起来 加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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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倍 我们不再接沉 我让练而练而为他吹赶 羞涩包散 当然万物喜欢 我让天气放人了起过来 我让马虎昂然了起梦魂 我让人们被人了起大汗 我让人们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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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来吧 我怎么这么好看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让山南竟然为了招 我让包装也认为了招 我让女儿越来越决定最高 我让我无希望 我让天气放人了起过来 我让马虎昂然了起梦魂 我让大要咧 我让我摧 medal 不哭 我让天气不合 我怎么这么好看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不太应该请她来 第一首歌嗓子就啞了 嗨不嗨 嗨 嗨 欢迎我们的大张 strength大老师 好 欢迎大老师 接下来让我们 继续热情 没错 让我们的音乐继续 尤其我们的派对来宾 张栋亮 有请 好 各位好 会不会唱 你的心情总在飞 什么事都想去追 想抓住一点安慰好 你总是喜欢在运气旧开门 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 小心点 会唱完 你的心情总在飞 全国心情总在飞 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类 你最害怕每天的天 我来了 但是天总花费 人总要离别 而只问不论 不论为谁 而孤单的滋味 谁都要面对 不只是你我 会感觉到疲惫 一起唱吧 开唱 1 2 3 那里路灿你会想吃谁 一向不想找何人来陪 你的快乐相悲 只有我的体会 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一起唱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你想不想找何人来陪 你的快乐相悲 只有我的体会 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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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不想找何人来陪 你的快乐相悲 只有我能体会 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你的快乐伤悲 只有我能体会 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走一回 谢谢大家 嗨 谢谢 谢谢 龙小熟 申请一下把杜梁哥 先还给我们舞台一下 谢谢 来 有请杜梁哥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欢迎我们的两位音乐来宾 我们也请两位来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微笑王子 大张伟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段子歌手 段子歌手 江洞梁 江洞梁老师 你好 欢迎两位 对 有没有感受到我们想唱伙伴们的热情了没有 太热情了 谢谢各位 而且最开始热情到我走错边了 哥们家 对 那边是你的歌迷会 对 然后但是他们也会唱我歌 当然 说明哥们还是红对不对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刚刚出场的时候 和现场的各位一起合唱 有没有哪些人 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 我看来这边有吹笛子的一位朋友 是不是 为什么要叫回我的歌 没有 没有 笛子吹得特别好 谢谢您 谢谢您 那边这边那个穿粉红色回忆的这位少女也唱歌了对吧 是的 是我 我唱的是马来语 可是马来语不是这边的朋友吗 你是马来西亚的吗 对 我是马来西亚的 和你同乡 你好 阿伯卡巴 你走 他是你哥 对 而且他们特别的客气 见面都是阿伯 吉江三宝 阿伯 阿伯阿伯 对 然后最后还站起来一位少女 唱着慷慨吉昂的 这是这位绿色的这位葫芦娃是不是 那不是个少女 他是男生 男生好 对 赶紧澄清一下 来来来 戴泽颖 这名字挺少女的 对 我是个男生 男生 你好 行 现在听不出来了 小男生 小男生 来 问一下东梁哥 我这边有一个小哥 刚直接把我的麦搶过去了 就他 对 戴眼镜的 也没唱在调上 然后直接我的麦 就被他拿走了 就像在KTV 已经到了夜里一点钟的时候 然后那个状态一模一样 对 还有另外一个小哥哥 但是他没地麦 但是他唱得好大声 对 就他 现在很羞涩的这样子 他嘶吼的在唱当你孤单 你会相信谁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 这位小哥哥你和旁边的小姐姐是一对吗 因为只有一个话筒 他俩真的 你这样 歌曲的魔力 歌曲的魔力 相亲节目 我想和你相亲 相亲节目 因为今天来到现场的所有的想唱伙伴是各位的歌迷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唱想他们的经典曲目 而且在今天的最后 两位也准备了一个特别为大家定制的合作曲 会和大家一起来演唱 对 那么就成为了一个限定组合 那么限定组合一定要有一个限定名 我们叫东打东 叫大洞梁 大洞梁 大洞梁可以 可以叫开张大齐 这个名字非常荣家乐非常好 荣家乐 我觉得干脆叫动死大齐 这个好 动死大齐 动死大齐太好了 大张嘴 大张嘴 还不是张大嘴 不好意思 张大嘴 梁朝伟 梁朝伟 好 梁朝伟 就这个 梁朝伟 好 好 行 行 梁朝伟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好 那今天晚上 大张伟和张栋梁老师的限定组合就是 梁朝伟 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张伟老师的音乐作试时间 首先来看看他的合唱争集情况 那个谁谁谁啊 我还管你是谁 我想和你唱那个歌 就是那个有好多那个那个的歌 你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吧 那么接下来音乐起 阳光彩虹 小白马 开始开始 前奏就这么的唯美 这首歌一定是世界金曲 希望你能够喜欢 谢谢 你本身就很喜欢 我现在开始唱了 准备好尖叫吧 怎么那么苦呢 对了 哭又有点过头了 这泪水可以用来洗个脸 对不对 爱管她的妈 心里要记得 你是哪个的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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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个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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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彩虹 小白 妈 滴滴答 滴滴答 我是哪个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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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彩虹 小白 妈 滴滴答 滴滴答 高老师应该是 是的 有谁知道这首歌唱了多少个那个吗 答对了 没有讲 好吗 来了 答对了 我没想过 player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美国线上的朋友们 还有哪些印象很深刻的 有啊 有一上来的小孩 根本不想打鼓 他妈一直催着他打那个 打 打 打 滴滴答 滴滴答 然后一直打那个 那个小朋友挺可爱的 又吃东西的 对 他那个感觉不是滴滴答 滴滴答 是方思的作思恰 就 还问大老师 大老师你想吃吗 好 他一穿毛衣那个红色的那个哥们 他中间滴滴答 滴滴答 我说 融入得好好啊 还有我看见很多我的那个 DM4D 就是我的那个大秘密 然后那个 都是我的那个写着我的牌 全部写着大的 特别的开心 特别的开心 所以说我觉得每一个 在我心目中 都留下了非常完美的印象 是这样 好 感谢所有一起来 参与和尚征集的小伙伴们 所有想要参与和尚的朋友们 随之随地打开手机 可以登陆全名K歌芒果TV和唱吧 来搜索我想和你唱专区 就有机会和你最喜爱的歌手们 一起来演唱 与此同时大家可以上微博 关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 来了解我们更多节目的相关资讯 接下来就有三位能够进入合唱环节 到底会是哪三位呢 现在马上揭晓 到底会是谁呢 这是打鼓的妈妈 拉丁舞男孩 张春慧 一起来认识一下 是他们的朋友好不好 来 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大马姑娘 大家好 我叫张春慧 今年十九岁 来自大马马来西亚 所以我是有点微胖的大马女孩 不能说微胖 蓬松一些的少女 蓬松一些 现在在浙江音乐学院读大一 有音乐学院的 对 是的 让你唱小白马 那个美去你了 对不起 是 你喜欢我的歌对不对 喜欢 你没能上节目对不对 你没能上节目对不对 有原因呢 我听听这故事编的好不好 我跟你说 他们两个人就是刚才听了 你跟他的这段对话 是大张伟 为什么会喜欢 你没能上节目对不对 是 是有原因在 是有原因在 是 是他 这位正 这个话语的风格 这么怼人家 七岁的时候我就立志想要当一名歌手 对 但是呢追梦的路上 会有人出来说 我觉得你应该要这么做 你应该要那么做 受这些影响 然后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呢 我就会想到大老师说的话 坚持必要的坚持 总有人需要去反对一些什么 放弃他们这些微词 对不对 然后坚持自己 对吧 对 要坚持自己 待会儿要唱大老师的歌曲嘛 我就希望呢 和现场的哥哥姐姐们 一起唱一首马来民谣 这个好 太好了 现在 对 现在 好难啊 好快 留下来 那咱们一起来吧 这个这么热闹的歌 来啊 学一下啊 你唱 你唱的是准的啊 是吧 感觉要跑 感觉刚才一个调 不是一个调 对啊 这个学生怎么样 我从山中来 带着来花草 一毛一样 对不起 紧张吗 紧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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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这一点 是因为 是所以说 快把这个歌给了 有个训组 那收到的是 是的 是 有个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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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到我了 好 新歌 所以怎么专业音乐人 过关 非常好 刘维必须要带着舞蹈 可以吗 好行 可以 这个适合我 好 那咱们就带着伴奏 一块来一段好不好 伴奏很快 没想没想 我们都是天才 对不对 来吧 这也太快了 这么快 真一点舞倍速 一 二 三 够 我们的渡过是花园 花园花朵真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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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个人练书的小开眼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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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鼓妈妈自己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陈聪 我是一名银行的产品经理 然后一个八岁小孩的妈妈 此此之外呢 在平时有工作 有那个空余的时候 我就是大肆发声乐队的主唱 然后我喜欢大老师 已经21年了 因为我和大老师一样 都喜欢摇滚 喜欢朋克 所以我组建了这摇滚乐队 然后呢 我已经写了400多首歌了 我这个写歌的动力来源呢 就是工作上受到的委屈啦 生活都是不开心啦 我就把这些不爽的事情写来 跟没发泄 所以呢 那个 我的天 你让哥们说句话去 我觉得 我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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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赚到了 他竟然能抵到大张伟 这是我第一个遇到 让大张伟老师插不定话的人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养姐妹他能夸一句都没份 然后就 被人闭口 厉害 厉害 那你自己做乐队 你们乐队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大事发生 这用了大老师的大字 大事发生 你以前有首歌叫 好事叫发生 我跟大长伟 我们以前有个乐队 我们的乐的名字叫做 乐想乐队 对 我们叫想乐队 乐想乐队 来继续继续 然后大家都知道大老师 互联网嘴踢 然后我嘴比较笨 我嘴比较笨 你反正要嘴笨 我只会说一些很正常的话 就是 对人机智回复的话我不会 然后我平时在工作中遇到很多 别人说我不知道怎么回复 然后就推及了很多压力之后 写歌 所以我就想请教一下大老师 你如果遇到我以前遇到一些情况 会怎么样记着去回复 就是你 他跟我说话 我感觉有100多个人跟我说话一样 就是比如我给客户已经出了 十几版的产品的报价方案 客户就突然跟我说 前段时间我已经在别的行都做过了 这个时候您怎么说呢 哎呦喂 就是先 就让我一直答对不对 对 此时你会说 录节目的时候 那个大家要互相帮助对不对 来 团队呗 自囊团 问的是你啊 此时你说 作为一个爱唱歌的人我会说 作为一个爱唱歌的人我会说 美丽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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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漂亮没有中间 美举完美的时间 美举完美的时间 是的 柏 행 我想 Azor 美丽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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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台台电设摩 大家好 我叫戴泽颖 今年22岁 来自四川省潘志华市 现在是个 易考培训机构的老师 22岁就是老师天才 然后我特别喜欢大老师 是因为我觉得大老师的 这个音乐风格 它很多样化 比如电子音乐 摇滚 然后还有金运大鼓 我们也会学 都会学 对 但是我恰恰相反 我是把所有的 基本上把所有的音乐 都可以唱成山歌 试一下 比如说大老师的那个 《阳光彩虹小白马》 行 山歌 你是奶奶个奶奶个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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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奶奶奶个奶奶个奶奶 阳光彩虹小白马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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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哈哈哈哈哈哈 哎 剑韵团表示不符 垂垂也可以 哎 奶奶奶对奶奶 来 好 我这样跟你说啊 这个市场有很多的艺人 你喜欢别人好不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挺好的 特别可爱特别可爱 还有没有别人的歌 比如说苏醒的歌可以吗 哎 哈哈哈哈哈哈 哎 哎 艾伦素能不能唱下圆曲 我唱完之后你马上接一下 那对比他吧 哎 哈哈哈 哇 哇 他一旦开口你就再也回不去了 哈哈哈哈 好适合 感觉就是你的歌哎 一模一样这般好听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哎 你要能把嘉宾也给他串味了 你就厉害了 你不要过来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像你刚才那样 他颤到一半把他带走 就是他 怎么对我的怎么怎么对他 来 山崎满的嘉宾 哦 感谢你特别友情 特别友情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已经自己跑骗了吗 你 怎么回事你 你吃一个念词啊 快吃一个念词啊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快走 哈哈 等等 等等再来一遍 哈哈哈 感谢你特别有勤 来cción症你的爱情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嗓哈哈哈哈 相不难受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心灵 哈哈哈哈 还有还有栋梁老师的 栋梁老师的那个北京的眼泪 北极星的眼泪 说不出的想念 原来我们 白国贼 两个世界 北极星的眼泪 天哪这空气稀薄 我被你唱的 不知道他当下跟大灯伟唱歌 会不会唱着把大灯伟带跑了 好期待 我们接下来就听听他们几个人的合唱 好 那我们就恭喜三位想唱伙伴 同时大家可以上微博 关注湖南卫视《我想和你唱》 参与话题讨论 就有机会来到舞台上 和你喜欢的歌手一起来演唱 那么接下来要邀请三位一起来演唱 哪首歌曲呢 大老师 所有的美好都让我相信你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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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吧 谢谢大侑 谢谢三位 想唱伙伴 最后那个 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跳 好可爱 那大侑和他们三位 刚刚一起来唱完之后 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累 辛苦了 我没事 我开心 都挺不错的 然后他唱歌的时候 居然没有用他的花签 我觉得非常感恩 谢谢您 不想打扰您 但是我们还是想听一下 那个版本的 来一句好不好 所有的美好 都让我想起你 来问一下栋梁老师 太难选了 都非常有功利 其实我还是要推荐一下 我的同乡 因为他也是让我惊艳 然后唱得非常的享受 才十九岁 所以我觉得在偶像的面前 还可以这么的自在 然后唱得这么好 所以很棒 谢谢栋梁老师 厉害 他们三个在那里唱 感觉仿佛就在 大老师的周围唱 就跟在那个地方的状态 是一样的 就是很嗨 整个看出来就非常的融洽 很丰富 激情饱满 热情无限 很好看 具体怎么好看呢 张远 请你展开说说 没有 我觉得三个人 我觉得目前 我觉得都还想继续看下去 但我最期待的确实还是陈聪 因为首先 她是一个八岁孩子的妈妈 然后居然还这么的 有摇滚精神 而且真的嘴这么快 一定会摇滚到八十岁 大老师可能给大家感觉是快乐 但是大老师给我的感觉 就是美好 就是在舞台上唱歌 是唯一一次让我选不出来 谁能跟他合唱 因为我觉得 只要大老师在台上 就不是我想和你唱 就是我想和你们唱 这就是大老师能给人带来的魅力 和美好 对 快乐只是一个戒指 最终就是希望各位鼓励到自个儿 能够鼓励自己就开心了 好吧 行 我们这边已经在开会了 热烈地在讨论 对每个人都有非常仔细地点评 来 说下你的想法 我很期待一个搭配 就是大老师做主唱 然后戴泽颖老师唱明歌 然后刘薇老师做舞台 那完全没有问题 谢谢你 谢谢你的安排 一会就这么搞 谢谢 那么接下来 你要选择的第一位想唱伙伴是 那么第一位我选择的就是 陈聪 恭喜 恭喜陈聪 锁定第二位 刚才张承慧女士 然后后边加了很多特别独色的唱法 把我这首歌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演 然后她居然这么演了 所以说 我希望能够选择到的这位人 就是 戴泽颖 不可能 这种综艺手法 咱们录音乐节目是不会用到的 是戴泽颖先生 那么 张承慧 谢谢您刚才对我音乐的一个新的改编 然后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跟您多多合作 谢谢您 谢谢您 好 大老师 我有预感 我们未来还会再见的 我的预感我觉得没有错 不是说你能见到我 我希望有 你能够找到更大的舞台 更美的样子 然后能够有你自个儿的这些歌迷朋友们 你来参加我想和你唱以后的季 好不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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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那接下来 大老师就可以和戴泽颖还有陈聪 思考和决定一下 你最终会选择谁来作为你的音乐派对伙伴 接下来我们先进入张栋梁的音乐派对时间 我们来看看他的合唱征集情况 真的好想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这首歌呢 我们都记得 希望这首歌可以让你感恩身边一直有个他 或者是让你回忆起曾经的那个他 这首小乌龟 我想和你唱 东凉哥哥 我在印尼是谁和你唱 我也想和你唱哦 东凉 我也想和你唱 这首歌要给个人 让我看一看你想唱给谁听 深情只怎不见 哪一刻吻他的脸 哇 传结诚 爱的感觉 对 像我这样 眼睛眯起来 带着真心的朝他微笑 然后看着他的眼睛勇敢地唱出来吧 爱成了情点 为他付出所有爱念 要你永远是我的相会 我爱你 对 下面这一句 抱着他唱 每一天 都想抱着你唱 抱着你唱 对你 东凉 东凉哥 我们在重庆的长江面 和你一起合唱 谢谢你们一首歌给我们的故事 好开心 写出什么对他说的话 然后大声地说出来了 我期间的时候写的 对 到现在 十五年了 洞梁 你什么时候开演唱会啊 对啊 好 那我先唱哦 准备好 有你永远是我的小乌龟 我爱你每一天 我的天 真的要记住 一定要保护好你的那个小乌龟 不能让他受过去 小乌龟 能超越极限 远望的季节 爱成了几天 为了我 最后一遍 加油 大声唱出来 要你永远是我的小乌龟 我爱你 每一天 啊 啊 谢谢大家 让我介绍还有这么多人 记得这首歌 是的 那也谢谢你们 让我看到了这么多感动的故事 期待你的远程会 真的 谢谢一直都有你们的陪伴 也谢谢东梁 爱你 拜拜 满满的回忆 满满的青春 关键还有满满的甜蜜 还有满满的狗粮 甜蜜到有点吼 这边我们一块说 搞什么 搞什么 对 他说那边都找不到 这边在洒狗粮 对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 就是 就是 甜蜜的画面 然后还有一个男的 我最印象深刻就是 一直抱着他的女朋友 是 但是他一直在跟镜头前面耍帅 这样 就觉得 就是手抱着手抱着 对 然后一直在耍帅 不耐误自己耍帅 对 有一个姑娘好像是 去了三个地方在 印尼 新加坡 上海 上海 那一男的就一直在证明 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 对 对 不耐小乌龟 一直在那写着 不耐小乌龟 不耐小乌龟 然后她唱得也很严肃表情 对 对 知道你学校好 知道 有一个人拿出了 当年有一本很红的杂志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当代歌谈 你们有人知道吗 有 十块钱以上 等一下 我们刚刚说非常的激动 我们几个人 暴露了年纪 然后吴泽玲的表情上 什么杂志 所以说那个我觉得是很珍贵的 那个是你现在不可能再买到的 找不到的 对 找不到的 那个给我印象特别深 刚才我们提到那些 印象深刻的朋友 会不会是这三个 其中的当中一个呢 到底这三位是谁呢 我们现在来揭晓 到底会有谁呢 你大哥来了吗 那个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抱老婆的 这个女生 好 我们接下来 就跟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 你看她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名字 那个对小潘是栋梁之财 曾宁是飘洋过海来看 你看来是从比较远的地方来 海明是爱上乌龟妹 就是刚才一直就是抱着自己的女朋友 果然非常有傻帅的精神 对对对 你看拍照都是这样 眼神 帅气 那我们说先从这个女士优先 曾宁你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蒋正琳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第四代华裔 哦 你好 你好 哦 目前是在同济大学建筑学院 读演学生 同济的建筑 很厉害的 相当的 很厉害 那这一次呢 是从印尼漂洋过海 转机两天 来到长沙见东亮哥哥的 哇 哇 小时候就是家里的人 就一直在鼓励我要把中文学好 所以就经常看东亮哥的偶像剧 来学习中文 哦 是这个动机啊 但是现在说得非常好 谢谢 谢谢 所以我喜欢你已经十五年了 十五年 然后就是因为就是小时候 然后东亮哥哥对我的印象比较大嘛 然后我想找一个像东亮哥哥一样高 一样帅 然后一样温柔 唱歌又好听 然后笑起来特别甜的男生 东亮说我也没有带户口 不好意思啊 今天 这个标准太高了 所以到现在我二十八岁 都没有谈过恋爱 张东亮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怎么办 你对人负责任呀 张东亮哥哥 你要不要对我负一点责任呢 蛤 那你是想要怎么来负这一点点的责任 我小时候就经常幻想自己是你 演的那些游戏剧的女主角 好的 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 就是跟你演一段 我当一队女主角 现场来一小段 可以 这样我们给你们准备一些 小小的关键词和一些经典的片段 男主角看着我 男主角看着我 女主角是你看清楚 有深情告白也有争风吃醋 深情告白吧 深情告白 好 深情告白 好 真理 看着我的眼睛 你看到什么了吗 我看到了閃閃發光的愛 你有在我的眼睛裡面看到你自己嗎 好像有 因為我的眼裡就只有你 你看清楚 我不是烏龜妹 也不是三寶妹 我是蔣正麟 我的眼睛裡面 此時此刻 就是蔣正麟 那我們重新認識一下吧 我的男朋友 我被交了一句 他發揮了一下 對 發揮了一下 好像可以了 對啊 好熱 雞皮疙瘩起了一身 真的 如果說我的眼睛只有你之後 拔馬上放背景音樂 你是誰 他突然間說我的眼裡只有你 然後就是拔 他突然開始唱 男手 都行 你要這個 來 申請告白衣鏡 二次 開始 因為此時此刻 我的眼裡 就是只有蔣正麟 整個畫面就被撕裂開來 這才是我愛看的偶像劇 這首歌不是這樣的 真的 就有一種感覺這女婆的媽媽 喊她回去吃飯 偶像劇男主來了 剛剛有一個深情告白 還有一個爭鋒吃醋 劍樂團要不要再來幾個人 我們把 蘇星 來 艾倫素 那麼我們還是需要 避免嗎 不要不要 這段不用 爭鋒吃醋 一鏡一次 三二一 Action 就是 你 好多遍了 但是你就是不聽 那边又踢掉一支 不要踢着 送给你 不是 我不是 送给你 我就剪鞋 按本眼 按本眼 那个我踢 然后你给我扒拉过来 你被真踢出去了 那边是 月色的 我先去 打一半 打一半 对不起 对不起 以后眼里 是我的爸爸 是我的爸爸 是我爸爸 叔叔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介绍 好不好 好 好 来 动良之才了 你这么高要不要这么讲话 大家好 来自我介绍一下动良之才 动良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潘雨 今年二十五岁 来自江苏镇江 现在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音乐剧专业的一名 颜三的学生 音乐剧 音乐剧 对 北京大学 他是北京大学的学员 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对 大家都知道了 刚才有了是吗 对 你那个位移很明显 之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喜欢动良歌 其实最初是源起于一首歌 叫《小乌龟》 生产队里 样料一群小乌乌龟 这首歌不是这首歌 是刚刚合唱正极视频里的歌 我知道动良歌有一个称号 叫微笑王子 从我们专业上的角度来说 动良歌这个叫 表情管理做得非常到位 所以今天借着这个舞台 这个机会 我想邀请动良歌 和我一起做一个挑战 好的 既然发起了挑战 那么我们这边 剑音乐团的 马上就想要来挑战一下 挑战的规则就是 无论发生了什么 都必须要保持微笑 先上后转 好不好 先上后转 就每个人转过来一笑 对 先上后转 她 她第一个是不是 她 我们一起转 她不公平 她牙大 牙大 嘴大而已 来 她转 那我们一起转 每个人保持自己的微笑 微笑挑战 三 二 一 请转身 一起转 有露下牙的 有很尴尬 不是礼貌的微笑 有抽搐的 有这个 有找不着录的 还得是微笑王子 对 好了 大家的微笑都是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了 就这样了 不容易 好嘞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我们接下来帅气的小哥哥 来 董良哥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马海铭 来自上海 现在呢 是一名奈飞影视剧 中文版制作的音乐导演 对 哇 然后呢 今天来到舞台呢 是想帮我的妻子 缘一个梦 就刚刚影片里面那个 对 她也来到了现场 嗨 很漂亮 很漂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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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舞台上 董良哥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叫宋秦 我是海铭的妻子 那其实我和海铭 在高中的时候 就开始追 冻良哥的剧了 那个时候就非常喜欢 冻良哥 觉得这位就是我的理想型 今天其实也是 请引述我自动后退一步 我们高中的时候 都看冻良哥的剧 对 那时候都追 对 然后 冻良哥的剧当中 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叫 说你也一样爱着我 今天这个特别的场合 冻良老师也在 我要不要唱一下给你听 我觉得不用了吧 不用了吧 在这个难得的机会 可不可以听一下原唱 好 再次后退一步 好 没关系 这一段我帮你唱 好 没关系 好 没关系 我把你唱歌的爱收起来 放进我的口袋 不让你轻易离开 我会永远爱着你 到老太时同一句 因为我珍惜 轻轻地摇着蓝蜜 带着老花眼睛 还记得我们这首歌 非常感谢东凉哥 不会不会谢谢 就是因为你的出现 所以也促成了我们的幸福 谢谢你 谢谢东凉 其实我的歌迷群里面 还蛮多这种 所以很担心 其实今天除了他们几位 来到节目现场 其实还有一对 也是刚才在这个 征集视频当中 穿着少数民族服装 在那个江边一起弹唱的 那一对也是我觉得 特别有爱特别有意思的 所以我专门替你 去到他们唱歌的地方 帮你找回来的你的歌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各位想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大家看我现在所到的城市 重庆 重庆这个地方 只要一下飞机 马上就闻到一股火锅味 扑面而来 是一个特别火辣的 麻辣的城市 就在长江之冰 我们在这个 征集视频当中看到一对夫妻 他们就在长江边上 在放割自己的人生 太棒了 这个女孩子叫做乔丽安 男孩子叫做哈里木 是一个哈萨克族的青年 我们接下来直接打电话给安安 喂 请问是安安吗 是的 我是湖南卫视的汪涵 你们现在在哪儿 在这个鱼秋后马头 您知道吗 在这个马头对不对 对 那我们在这边烧奶茶 然后我忘了带牛奶 能给我带两包过来不 嗯 我现在给你们带牛奶来对吗 对 再见 我回去了 请问这是你们点的牛奶吗 老师做 请问是福西院还是扫码 快坐快坐 哈萨克族的儿媳妇就是在迎接重要宾客的时候 你跟她做什么 哈萨克族的儿媳妇 我是 我 面面面 你就是非常确定自己是哈萨克的儿媳妇 我做了三年了 哦 你们结婚四年了 结婚四年了 我们在一起八年了 那你们现在还在玩音乐吗 在玩 还在玩 会加入她的那个小数名著哈萨克音乐的元素吗 会 我的第一首哈萨克语歌曲 就是关于传畅伟大的母亲 然后从小到大都会给我们烧上这个农香的奶茶 嗯 然后这首歌就叫一壶奶茶 哇 好听啊 我自己也知道 在玩音乐吗 但你们平时其实都有主意 嗯 就是我们两个人很高的小纯 基本上就是起早谈黑 就晚上回家 回去可能就见半个小时 然后又该睡觉了 就感觉被那个钢筋混凝土的那种 就是弄得有点迷茫 感觉想出去大自然看一看 他就说要不然我们就去游牧吧 我觉得这一路上经历嘛 然后也让我们变得更坚韧 在面对困难和挫折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难不到我们 觉得年轻人应该就是敢想敢做 然后要出去看一下更多外面的事 所有的困难 都是茶余饭后的那种 特别有意思的笑谈 那你那时候比较喜欢哪个歌手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看洞梁哥他的那个电视剧嘛 然后呢他就是里面组了一个乐队 就叫Freedom 然后呢我就到了大学 组了我自己的第一支乐队的名字 就叫Freedom 这么有创意的 天哪什么都没改过呢 所以我们真诚的代表湖南卫视 这个我想和你唱 向你们发出邀请 人生如歌我想和你唱 送给你们到湖南卫视我想和你唱的舞台 一起来唱歌 哦 耶 好 好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一对可爱的夫妻 Está.\ 安安自从栋梁从台上下来就一直在大声地喊 这是我的青春 她生命里面最珍贵的那一段时光 然后他们一路上 到全国各地开着车去旅行 安安在一路上 都会唱着你的歌 明明是个陌生人嘛 其实今天第一天见到他 但是他刚刚跑过来 那一下的那个力量之大 我真的蛮感动的 对不起 没事 来 自我介绍一下 三连二星期间 BizAnnaJuba 大家晚上好 我们是十六夫妇 我叫哈利姆赛利克 是一名哈萨克族小伙 我是杨安安 是一名嫁给了哈萨克族小伙子的 汉族冲青梦瑞 这是我大学组的第一支乐队 就叫Freedom 然后这就是我的第一支乐队的 那一把吉他一直留到现在 应该是十几年了 然后当时韩哥过来的时候 他让我把吉他带上 说可以让老师们给我签名 可以可以可以 变得好少女 来 补上他青春的这个最后一笔 道师 哈利姆其实非常非常喜欢大张伟 这么突然 办不得两口子一块来了 我跟他们布置这个任务 要他们带礼物 给自己喜欢的歌手 我跟他们布置这个任务 这是我送给东两个的 虽然没有办法为你摘取北极星的眼泪 但是呢 我给你带来了长江边的眼泪 那是泪珠的形状 谢谢 谢谢各位 我们的这个升降台 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升上来 没错 因为接下来还有神秘的嘉宾 和大家见面是谁呢 去看 谁 好可爱 念慈安 这个不是我们好朋友 京都念慈安的金橘柠檬味 润喉糖和柠檬草薄荷味 润喉糖吗 没想到我们的好朋友 京都念慈安润喉糖 会出现在这里 所以想必你们刚刚已经 给我们的三个合唱伙伴们 分享过我们的 京都念慈安润喉糖 来 再吃一点 你们还想给大家分享 篮子里的润喉糖呀 咱们都润润喉呼呼呼嗓 才能在接下来的环节 保持最佳状态 谢谢京都念慈安润喉糖 对大家好嗓子的关爱 谢谢你们 拜拜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开唱了呢 没错 那接下来要问一下 各位一起合唱的是哪首歌曲 北极星的眼泪 o 个认词 我认识 我认识 你不认识 我认识 是你也不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 你不认识 失去你的脸 再等一回 奢望流星会出现 缘 如果真的实现 爱能不能永远 明天 或许来不及别 但曾经走过的昨天 越来越远 被记性的眼泪 说不出的想念 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 被记性的眼泪 你哭红的双眼 被淋湿的诺言 淹没在心里面 我抬头看着爱不见 在等一回 奢望流星会出现 缘 如果真的实现 爱能不能永远 明天 或许来不及别 但曾经走过的昨天 越来越远 被记性的眼泪 收不出的想念 收不出的想念 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 被记性的眼泪 被记性的眼泪 苦红的双眼 被淋湿的诺言 被淋湿的诺言 看着爱不见 看着爱不见 掌飞的人 得不到对的时间 就在放开双手的瞬间 爱似成两遍 被淋湿的眼泪 说不出的想念 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 被记性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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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红的双眼 被淋湿的诺言 被淋湿的诺言 整个宇宙都流眼泪 好听 后面观众听完之后 好听绝了 好好听 都是青春的眼泪 很难有这种机会 看着歌迷 这么认真 在这么近距离 很认真地唱给你听 可能这首歌 对他们的影响也好 或是带给他们的一些安慰吧 然后就这样 很直接地抨击过来 真的觉得挺感动 我觉得音乐靠谱的点 就是在于 你在唱什么音乐的时候 姑娘们已经 荷尔蒙都起来 荷尔蒙的时候就对了 因为情歌 让姑娘们听成这个样 就已经是最棒的了 因为在这首歌里头 你就能感觉到 那一刻 那几分钟 你就觉得爱是真的很美 我愿意为了这份美 而融化在音乐里 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有这种感觉 特别的棒 美 浪漫 好浪漫 但是有一说一 我觉得那个真灵妹妹很不容易 因为这个音乐啊 没有帮她 体现她的那个优势 但是呢其实这个配合度呢 对于这首情歌来说 我觉得画面感特别好 虽然说真灵的音乐不在 但是我往后越听的时候 我发现最后两位男士 就好像在帮着真灵 在实现梦想一样 那一刻所有那一切都不重要 就感觉真灵和张同梁老师 好合适 就想看她们唱下去 我说实话 我跟她们感觉一样 因为这首歌大家太熟悉了 是青春 但是当女生唱第一句的时候 我当时那一刻觉得 哇 婚礼 就是因为那女生穿了一身白 然后突然说第一句的时候 很像那个长廊 她会渐渐往上走 走过去 对 然后旁边那一位 就突然很像她的胸掌 就帮她拿戒指 然后那一位 我以为是犯了 然后那一位很像那个前男友 前男友 此时应该想起这首歌叫做 感谢你特别邀请 来参加我的爱情 是 是 是 就有那种 就是因为东梁哥的歌 就是有偶像剧的氛围 这边我已经完全带入 都已经演上了 韩哥 你们那边呢 来 我身边的这位女孩 那个婚庆司仪是你的老 对 你觉得刚才唱得怎么样 是我刚刚忘记跟真琳妹妹讲了 就是她如果按照张栋梁老师的标准 去找男朋友肯定也会得到幸福的 我祝福你 过来人 过来人嘛 对不对 栋梁 对对对对 对啊 夸我的吗 她老公 夸 夸两句 都很好 那个环节夸到了 忽略了 那如果是让你推荐两个人给东梁 我首先还是会推荐真琳妹妹 然后呢 然后 第二个不会是潘雨弟弟吧 天哪 第二个 第二个是谁 弟弟可能需要更多的机会 而老公 而老公是需要回归家庭的 很明明 很棒哦 很棒哦 说得很棒哦 对啊 那接下来其实最难的时刻交给 对 冻梁了 冻梁了 你要在三位当中锁定两位 进入到下一轮 你要锁定的第一位想唱伙伴是 下一首歌希望可能可以跟 针对那首歌有加分作用的一个歌手 我的首选就会是潘雨 好 第一位锁定了潘雨 接下来还有第二位锁定的朋友 那 就是 就是 海鸣 今天玩得开心了吧 很开心 很开心 不会讨厌我 不会 我会一起爱着你的 谢谢 我们有汉 你 恭喜潘雨 恭喜海鸣 稍后你们会和东梁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沟通 但是不得不说我们这边就是已经炸锅了 怎么了 就是不开心了 说我们觉得偶像一刻的CPB了 垂垂说 对 偶像剧从一个B的结尾 垂垂说他有汗 我们这边连他的妻子都说 怎么选了我老公 留下来吧 东梁哥还是很感谢你今天把我的梦成真 其实呢 我 我 二十五岁的时候 就快放弃这个音乐的梦 因为他们就是说 你如果到了二十五岁 还没有把梦成真的话 你就 踏踏实实地找一个分 一份很好的工作 然后找个男朋友 给别人 嫁给别人 然后组一个家庭吧 我想说就是女人靠近了三十岁的时候 还是要勇敢去追梦 说不定那个梦总有一天 会真的会实现 像今天一样 终于可以在你面前唱歌 然后下一首的话没有跟你唱 没关系 我会继续努力 然后你等着我吧 我的男朋友 对 我觉得加油张琳 你说快三十真的一点都没有影响 然后勇敢开心做自己想干嘛干嘛 一定会发光的 那降下去之前我给你一个拥抱 加油 谢谢 谢谢 我们一起把掌声送给张真琳 谢谢真琳 漂洋过海来看她 谢谢你 哇 哇 好 那刚刚经过我们波澜起伏的一番内心戏之后 对 舞台要继续了 还有两个悬念没有揭晓 到底谁先来公布自己的选择呢 根据我们的想唱游戏结果来决定 我想和你唱合作伙伴 银路花生牛奶 花生加牛奶 配对才够位 京都念慈安 我想和你唱 下节更精彩 京都念慈安 我想和你唱 现在继续 这里是京都念慈安冠名播出的我想和你唱 好废好嗓好声音 京都念慈安 我想和你唱合作伙伴 银路花生牛奶 花生加牛奶 配对才够位 Let's party 欢迎回到京都念慈安 我想和你唱 这里是由京都念慈安 独家冠名播出的我想和你唱 好废好嗓好声音 京都念慈安 我想和你唱第四季 每周五晚二十二点 湖南卫视芒果TV双平台读播 每周六中午十二点 会员遵详加更版 根据刚刚的游戏结果 率先要公布的就是 大张伟的party伙伴 会是谁呢 现在揭晓 现在揭晓 是泽影吗 你觉得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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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这一场中 我想和你唱 此刻棒球比赛进行到了九局下半场面 十分焦灼 双方各式打得难舍难分 战至平局 于是响唱队派出了他们的王牌选手 陈聪和大张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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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得怎么样 我们反手就是一个 好 好 是 聪小姐 这唱的是真棒 然后我后太太听说 她其实交小朋友一块组乐队 因为她的乐队 其实都是小朋友 所以这个乐队会非常的可爱 我所谓的这回选择她的原因 是在于 她是选择相对有点不一样的人生 我都上班了 生活方式 对 但是因为她懂什么叫下班 这件事是非常重要 因为有很多人一旦上了班 就再也下不了班了 对 怎么样 然后呢 这人一旦上了班 这辈子就没下过班 超热化了 但是她知道什么叫下班 然后上班是她的一个工作 下班是她自己 对不对 就是大家都知道工作是为什么 一定要找到自己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对 所以说我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我选择了这位少女 是这样的 好多美 这个真的值35年来最值的一次 35 保养这么好 但是我内心永远是18岁 内心18岁 对 大老师也是 只要坚持了一部分爱和梦想在 就是不管你妥协再多 你还是一个年轻的心 对啊 因为很多人都在找的是答案 我们找的是我们自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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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就是找自己的过程 对 好我们来问一下建议团这边 我们还在喘呢 还在喘 一直跟着跳 岁月不饶人呢 岁月不饶人 体力不够 苏醒确实前两天那个昨天受伤了 没有没有没有 膝盖扭了 那个垂直也是 但是这个忍不住 真的 就是可能有点小的心伤 然后大老师这个歌一唱 大家一嗨起来 就忍不住你也跟着去跳 是的 然后去接球去投球 其实我觉得他的歌的东西 大老师自己说的很明白了 就是找到自己 自己认为自己什么是对的 就去做 然后就去绽放 然后就去寻找无限的可能性 保持积极乐观就完事了 是吧张俊 是的 嗯 你们觉得他们唱得怎么样 好 特别好 快乐的时候听大张伟的歌会更快乐 然后不开心的时候 听大张伟的歌就会变得很快乐 所以什么时候都要听他的歌 这个很好 下一张专辑的这个口号就是这个了 好 那刚才我们这个终极合唱已经结束了 但是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入到的就是 张栋梁的终极合唱 他的音乐派对会是谁呢 现在马上揭晓 现在马上揭晓 我们之间闯进了贼 我们之间闯进了贼 我们下来我们的故事 爱我们不在乎 就算他不在乎 这个种事情 一样跟我们的乱能不能在乎 一样开场 爱的平淡爱的浓烈 都让你憔悴 我怎么做 你都拒绝 我来到寂寞边界 爱因世界心在趟这些 男人的无际伤痛都锁进黑夜 面对背叛用了解 爱是了解 寂寞边界伤心人还有谁 我们之间闯进了嘴 都就像爱的一切 爱让我们伤痕累累 结局只有两行累 你说决定错了无所谓 就算后悔也不要我陪 不要我陪 爱的平淡爱的浓烈 都让你憔悴 我怎么做 你都拒绝 我来到寂寞边界 爱因世界心在趟这些 男人的无际伤痛都锁进黑夜 我来到寂寞边界 我来到寂寞边界 爱因世界心在趟这些 男人的无际伤痛都锁进黑夜 我来到寂寞边界 我来到寂寞边界 爱因世界心在趟这些 过去的无际伤痛都锁进黑夜 面对爱因有几天 收拾破碎 寂寞边界 相信人 已学会安慰 不得不说 寂寞边界这首歌 真的撕心裂肺 我还在喘 从大老师那首歌到现在 刚缓过来一点点 又被洞梁哥的这首歌 带进了一丝悲伤 至于男人为什么有这丝悲伤 请张远展开讲解 至于我没什么那么悲伤 就是我们可以听听真灵怎么说 刚刚他们在唱的时候 我一直在哭 你又哭了 哭了我又哭了 这个是张远的名作 我哭了 我又哭了 好 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演唱会 然后正好就是刚刚可以看到 张东两个在那边唱歌 我觉得特别的感动 所以你今天又实现了我的一个梦 其实像这样的节目 其实除了你们来看我们很开心 其实我们看到你们 我们真的也是觉得非常温暖跟开心的 因为其实不是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这么近距离的跟我们 可能喜欢我们这么久的朋友 有这么近距离的合唱 或者是互动聊天 所以我觉得今天一整天都一直处在一种很感慨 很感触 很感触 很感动的一种状态 然后其实我们都是彼此鼓励着 就像刚刚我们开着车到出去很快乐的生活 其实也是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榜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一起仰望着彼此 一直一起鼓励着彼此 所以很感恩一路都有你们 谢谢 我们一直爱你 希望你能够永远陪在我身边 陪在我们身边 我会的 我会的 我想和你唱合作伙伴 银路花生牛奶 花生加牛奶 配对才够味 京都念慈安我想和你唱 下节更精彩 京都念慈安我想和你唱 现在继续 这里是京都念慈安冠名播出的我想和你唱 好废好嗓好声音 京都念慈安 Let's party 欢迎回到京都念慈安我想和你唱 今天晚上的限定组合 梁朝伟终于要合体了 梁朝伟终于要合体了 因为我就听过一首歌叫《微笑》 然后我们就希望能够一块唱《微笑》这首歌 好马上进入全场合唱《微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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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脸上都笑 我想看到你们 每一个人脸上都笑 我们不再彷徨 不再彷徨 抹去悲伤 抹去悲伤 让我们一起为你点燃 在那种温暖的烛光 我们永远在一起 永远在一起 一起各送生命 各送生命 让命通 彻底远离我们的山堤 希望直播着着到底 我们手牵着手 每一个朋友必须坚强 情话重担切那困苦的警惕 我们总还有力量 我们还有方向 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 我想看到你们 散打打打 耶耶 每一个人脸上都微笑 微笑微笑 我想看到你们 哇哦 耶耶 每一个人脸上都微笑 噢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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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想看到你們 我想看到你們 每一個人臉上都藥 喔喔喔喔喔喔喔 我想看到你們 我想看到你們 每一個人臉上都藥 我想看到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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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脸上的微笑 梁朝伟 刚才这首微笑非常的治愈 非常的温暖 音乐真的很神奇 让微笑挂在每一个想唱伙伴的脸上 刚才你们真的非常的漂亮 那今天和大家一起的合唱到这里结束了 也欢迎各位随时上微博搜索我们的 我想和你唱主话题参与歌曲互动投票 来选择你最想听到的在这里的合唱 曲目大家可以上快手搜索我想和你唱 看精彩短视频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见到了好久不见的朋友 一起唱了开心的歌曲 也问一下韩哥 听完之后感觉今天整场下来怎么样 其实我一开始我一直都在想 就是在往昔的时光里面 我跟冬梁有没有在某些节目里面相遇 但是后来想着想着觉得不重要了 起码我们今天就相遇了 我也很羡慕你用自己的音乐 去影响这么多可爱的年轻人 他们反过来今天又给你那么大的力量 让你还能够继续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 为他们歌唱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 谢谢你们 我也会 因为你们的鼓励 然后一直努力 然后大家就会越来越爱着 谢谢 大张伟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 真的 就是 就是我无法想象 如果大张伟没有遇到音乐 他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在想 他有可能是北京 特别能聊的一个低视司机 他也有可能会到德云社奖项上 对 但是 巧就巧在音乐遇到了他 他遇到了音乐 樊高说过一句话 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 只是路人看到的是一股烟 特别 感谢大张伟让我在过去的时光里面 看到了我人生当中最不一样的烟火 他很跳跃 他很多才多艺 他很多愁善感 然后 他 对我 包括对我们所有 兄弟的那种情谊 我想说的是 虽然你们离开了我的生活 但是 你们常住在我的生命 哦 哦 做心了 做心了 我们 不慌不忙 因为我们来日方长 韩哥说的话 都能让人化了直接 因为韩哥对于我们几个人来说 就是 他 心跳不全这个词并不准确 是在于 我还 我刚好这个念头 韩哥就已经帮我把这事给收完了 在我们之前录那个节目里头 每次 我刚出新歌 我都 不知道怎么宣传的时候 韩哥说 分分放啊 这个歌里头 能演的时候 尽量让大张伟演 他不能演的时候 让别人唱 韩哥也是 对我就是很 就这种鼓励 来自于 我总在怀疑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在怀疑自己 我们记者说得再好 我们都觉得我们好像不够好 然后我们身边的人 你认为比你好很多的人 跟你说你真的很棒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很不错 所以我要感谢韩哥 每次跟我说 真的很不错 我要感谢各位 有一直的陪伴 谢谢大家 所以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的 合唱伙伴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 谢谢 那么下一期 我们的音乐来宾会是谁呢 谁呢 有请剑鱼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位就是 汪苏龙 下一位是一位美女 是我们的 郁可韦 他们的一些歌曲 此刻都已经在网上发布出来了 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参与我们的合唱 好废好嗓好嗓好声音 这里是由京东念慈兰独家冠名播出的 我想和你唱第四季 每周五晚二十二点 湖南卫视芒果TV双平台独播 每周六中午十二点 会员遵详加更版 再次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 语情仰望 不如喝茶 我想和你唱一首开心的 心有灵性完美的配合 唱出我们心中的苦语歌 不管什么歌 为陪着你 我想和你唱一首开心的 你想和我唱一首什么歌 唱出我们心中的小情歌 不管什么歌 为陪着你 这是我的歌 我唱一首歌 我唱一首歌 在这里 那儿在 learning 什么歌